在现代社会中,财富的象征已经演变成了多种多样的形式,你可能遇到过那些驾驶着昂贵跑车,居住在宽敞豪宅中的企业大亨,亦或是在餐厅细细计算了账单上每一个数字的富有人士,亦或是将奢侈品视为珍贵收藏的社交名流。 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里,富人被划分为百万富翁,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,然而在一些大城市,连一块不大的空间都标价百万,显然这种按财产划分等级的方式已然落伍。 在富豪的世界里,如今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派别,拥有游艇的和没有游艇的,那些没有游艇的人或许会认为拥有游艇的人生活过于奢华,而对于那些拥有游艇的人来说,没有游艇的人几乎与普通人无异,在摩洛哥的大利神港,这个曾经是罗马和希腊商人交易的繁忙港口,至今仍然热闹非凡,海上各式各样的游艇点缀着壁波,构成一道迷人的风景线。 想象一下,在皎洁月光下的海面上,手持香槟,美女环绕,随着酒意上涌,轻横几句旋律,犹如变身成了捷克,斯派洛船长,驾驶着黑珍珠号航向自由的天涯,一艘游艇的价值究竟是多少呢? 其造价大约在6600万欧元,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5亿,在你仔细数着零钱的同时,一艘游艇已经在海上燃烧掉了数十欧元,这只不过是你一天的工资而已。 荷兰的造船大师罗本谈及他们制造的游艇时提到,他们采用的都是行业内最尖端的技术,船体的每一寸都经过手工打磨抛光,光是喷涂气料和上色就需要耗资200万至300万欧元。 游艇的内饰也是为了匹配主人的身份而精心定制的,无论是高级水床,旋转沙发,石墓家具,私人影院还是舞厅,只要你财力充沛,有设计图纸,实现梦想不过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。 有的客户希望在游艇上安装旋转木马,让孩子能够尽情玩耍,另外一些人想要在船上设置大井水池,以便饲养鲨鱼。 对于设计师而言,这些要求并不过分,因为客户支付的代价是相当慷慨的,超级游艇已经成为顶级富豪能的新宠,且似乎是越大越受欢迎,年轻时候的建国就曾经买下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游艇,并且取名为川普号,但是没多久,这个记录就被沙特的阿苏德王子打破了。 他的阿扎姆号全长180米,有12辆双重80那么高,花费40亿人民币,后来有人问过建国,要不要造一个更大的船,建国微微一笑说道,你是不是跟我闹呢? 海湾游艇,我外面可是停着空军一号的,房,是所有人的执念,来,这座面积三万两千平的房子了解一下吗? 他还有个自己的名字,叫做威尼斯宫,听您盛世就霸气,没错,因为他就是按照中世纪皇宫的标准建的。 专门为了迎合主人的贵族气质,房价啥的好商量,10亿人民币就行,不接受贷款,当然也没有银行能做这么大的房贷,在这种还有个好处,就是在院子里溜在一圈,你微信不述就足以霸板了。 当然,别忘了整一张房子的服饰图当微信运动的背景图片,当然,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大,小而今也是另一条路线,在有钱人的圈子里还有另一种玩法,那就是房屋改造。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地道站,有钱人改造房子的玩法,就是挖洞,先把房子乡下挖到20米,里面建造游泳池,烧烤间,电影院,饭王,博物馆,别看在外面看,就是个寡淡的别墅,但是地下,那可是另一番世界,玩过我的世界都懂。 所以,人类有多大的想象力,完全看你多有钱,有一个叫大卫的地产商,就在自己的屋里修了个跳水池,奥运会级别的那种。 他在跟别人说起自己家房子的时候,十分的骄傲,并且声称,在自己家的跳水台上,他已经练就了托马斯去体720度后空翻的神迹,一番操作下来。 入水的水花,能压到碗口大小,宁朝有个大学论家张黛说过,人无匹不可与之交,以其无深情也,说白了,做人得有个爱好,不然你会活得没人味,那么有钱人爱干嘛呢? 第一条呢就是泡澡,咱们先来说个女同志,这个人叫做塔玛拉·埃克尔斯通,这个女同志是F1总裁的千金,全球20大富豪女继承人之一,除了承柜子的买衣服买包以外,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泡澡。 因为这个爱好,她曾经豪制100万美金,买了一个定制的亚马逊白水晶浴缸,这一举动让她成功地获得了一个绰号,泡澡之王,要想整出这么个浴缸,那就得让探险者们深入丛林,去寻找足够分量的原始,找到以后还得想办法把1000公斤的原始,从南美运到中东,然后还得找设计师进行切割,打磨,雕刻,经过几百个小时的奋斗,才能造出这么一个在夜里闪闪发光的作品。 正所谓葡萄莓酒也光杯,在这里每多泡一分钟,自己的身价都能多涨出好几块钱。 咱们再来说有钱人的另一个爱好,赛马,这项运动是英国人创立的,但是却被迪拜人玩出了花。 有句老话说得好,让我们红尘作伴,活得潇潇洒洒,策马奔腾,共享人士芳华。 来自迪拜的穆罕默德酋长,为了这个爱好,曾经在马匹拍卖会上创造了三次世界纪录,三次欧洲纪录,你想也没毛病,未有钱,谁能比过一个国家的皇上呢? 有了马,当然还得有马场,不喊莫德为他的马们,打造了世界上最豪华的赛马场卖单赛马场,这座赛马场光是看抬就有1,6公里,能容大12万人观赛,能停下8600轿车,同时这里还有世界最大的电子瓶。 总长度有110米,场地内有一条2400米的草地跑道,和一条1750米的全天候合成跑道。 绿球让他心爱的小马鞠跑出大草原的感觉,全世界最贵的赛马比赛,迪拜世界杯,每年都会在这举行。 当然,有钱人的爱好,其实不止这些,甚至有些我们想都想不到的,布鲁诺夫妇有一家派对策划公司,专门承接各种超级富豪们的私人宴会,这天。 他们要给俄罗斯富豪的女儿在游艇上伴18岁成人力,但筹备过程中出现了意外,小公主指定的DJ银行般延误被困在英国。 布鲁诺听到以后只是风轻云淡地说,看看私人飞机多少钱一趟,为了满足顶级富豪的心愿,给DJ一个人包机都不算什么。 布鲁诺太太说,曾经有一位带着宝宝的俄罗斯阔泰在上游艇前,发现忘记带婴儿监视器,而且拒绝新买一个, 只要家里的那个,没办法。 布鲁诺太太只好包了一架私人飞机往返俄罗斯,去她家娶婴儿监视器, 这些都是纪录片《亿万富翁的有钱人生》里面发生过的真实故事。 这部2015年英国出品的纪录片,采访了各个方面服务于顶级富豪的专业人士, 他们或是售败超级豪宅的房产中介,游艇设计师,或是专和富豪们打交道的媒体人, 纪录片通过这些人的视角,侧面讲述了富豪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, 即一栋的豪宅,数亿美人的私人飞机,动辄9000万美金的游艇,数百万美金的跑车, 顶级富豪们的生活里所拥有的。 人不止这些,兰博基尼,法拉利加利福尼亚,英国富豪哈密德收藏了37辆车, 大部分都放在车库吃灰,不但各种型号的豪车要收集齐全, 不同的色号也要集齐,下月保时节就要出新款了,那个我一定要买。 哈密德说这话的时候,就像都市女孩说阿玛尼口红,下月要出新色号, 虽然我已经有一只豆沙红了,但那只是姨妈红,我一定要买一样, 至于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车,她的太太说,虽然她并不需要这么多车, 但仅仅是因为喜欢,这就足够了,豪车只能算富豪的入门标配, 豪华游艇才是富豪们真正能拿出手的玩具。 俄罗斯寡头大亨罗马·阿布拉莫维奇的日式号, 是世界第二大的豪华游艇,船上不仅所有的客房都安了块防弹玻璃, 还装有导弹防御系统,这艘游艇花了阿布拉莫维奇近10亿美元, 它的运行成本也同样贵到,让人心惊诱跳, 每7个小时的油钱就要4万欧元,除了游艇, 富豪们在海上的玩具也种类繁多,13万英镑的滑梯, 170万英镑的深水飞行器,应有尽有, 玩具再贵也不过是一时的消遣,不是所有富豪都喜欢游艇飞机, 但没有人不喜欢大房子,对于顶级富豪们来说, 房子越大越贵,越能彰显他们的地位, 对于拥有太多栋豪华宅邸的富豪们来说, 他们已然不算家,而是可以增值的资产, 一个牛津的女公爵给她乡下的豪华庄园都配备了私人管家和员工, 她要求管家每天给所有花瓶换水和盛开的鲜花, 排场这么大,她却一天都没去过, 威尼斯宫坐落于嘎那最佳的地段, 仅仅是房子的总面积就达到了3000平方米, 这里是全球最贵的房产之一, 售价接近1亿欧元,10亿人民币, 要说富豪们倾向在哪里购买房产, 那肯定是交税更少的地方, 比如世界上的避税天堂摩纳哥, 这个仅次于梵蒂冈的世界第二小国, 因为不收税让富豪们趋之若鹜, 摩纳哥目前的房价每平3万欧元起步, 这样的豪宅,富豪们一开心就会赏给狗子们一套, 一位来自阿拉伯的神秘土豪, 就给他们的拉不拉多犬买一个带彩电的高级公寓, 让他成为狗介鄙视链的顶端, 顶级富豪们见惯了大场面, 钱花的值不值显然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, 最重要是花得爽, 名媛塔玛拉是大名鼎鼎的F1赛车管理协会总裁的千金, 魏列福布斯全球20大富豪女继承人之一, 他的预告花了100万英镑定制, 仅仅是因为这是由亚马逊地区的白水晶制成的, 再比如售价36, 5万英镑的金香钻奶嘴, 以及100万美然的全金吸尘器, 孩子们爱不爱用, 自己用不用的上吸尘器这种事, 显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, 他们的生活早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, 暴富的梦谁都会有, 但是想要钱还是得自己去赚的, 毕竟平凡人才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。